由SMG和MTV联合主办的2009超级盛典将于12月2号在上海大志院隆重上演 届时呢百事通也将全程为大家带来报道 那么今年的盛典和网名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各路明星又将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 跟着我一起到发布会的现场去看一看 是谁最炫最酷要最举风格 我像我 来自海内外音乐影视时尚三届的众多明星 将齐聚2009超级盛典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 还有整整150天之际 共同为即将到来的2010上海世博献上祝福 本次发布会上最大的亮点 当然是当红人气歌手张亮莹 亮莹你觉得什么叫做时尚的在你心中 我觉得是一种态度 一种坚持 就是大家看到你就能想到这一种态度 就能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亮莹在被问及 11月2日就要签约环球唱片 而这一天恰恰是环球20年前 为王菲推出首张个人大碟王静雯的日子 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有特殊意义呢 首先我想告诉你这日子不是我挑的 然后我想说王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 然后这次能够在这样特殊的一个日子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可能不一定比你早 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吧 就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寓意 不管是凑巧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动力 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我的专辑比好的音乐作品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所有的经历都会在我的专辑我的新歌上面 当记者问到有网友发现亮莹也在玩时下流行的开心网时 张亮莹却谦虚地称自己还是新手 只会种菜不会偷 我要说清楚啊 我虽然有上开心 但是我没有偷菜 因为我还没有学会 我现在只会贴条 然后我会养动物会种菜 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偷 除了张亮莹 东方天使总冠军曲迷四人 09行秀总冠军虞超颖也到场为本次活动宣传 百年世博 用心发现 目前包括成龙及其弟子 星期小福 张卉妹 张亮莹 莫文蔚 方大同 Wonder Girls等国内外一线影视红星 已经确认出席2009超级盛典 本次正典将作为全方位的年度娱乐大盘点 而再次使上海成为诗人瞩目的焦点 关注世博 关注百事通IPTV 百事通记者金哲邱志飞为您报道